中国房地产行业自2022年开始进入深度调整期 高增长时代远去后 楼市走向如何 8月13日至16日 2024博鳌房地产论坛在海南举行 与会的业内人士认为 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因素 未来行业仍有发展空间 今年上半年 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评出 房地产市场现积极信号 近期 商品房销售面积 销售额 房屋新开工面积等 关键指标降幅均有收窄 反映市场活跃度提升 2024年以来 房地产政策总体是促进市场的复苏和稳定 取消贷款利率的下限 守护比例下调等等政策 进一步释放了需求的情况 恒隆集团及恒隆地产荣誉董事长陈启宗说 房地产经过调整后 正在理性健康发展 前路如何 前路我认为是越来越理性 监管的环境有在进步 我也相信应该是在进步 我认为是对房地产比较理性健康的发展是一大好事 与会嘉宾认为 中国楼市仍有发展空间 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城镇化还未完成 官方统计显示 2023年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 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刚说 人口向城市集中过程中的迁移性需求 为中国楼市未来发展提供动力 他建议 通过户籍改革 完善公共服务等措施 壮大城市群 吸收更多人口以增加对住房的需求 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婷也认为 中国的城市化还远远没有完成 房地产行业也没有出现绝对过剩 未来关键是要纠正过去市场泡沫 所导致的高房价等扭曲现象 我认为房地产这个行业 一方面对我们整个中国经济非常重要 对我们的经济的稳定的也非常重要 接下来我认为一个初清和改革 这样的一个组合是最好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认为如何处理保交房的问题 不仅仅说是对这个过去 我们一段这个时间 我们要怎么样去政府和开发商履行责任的问题 而是一个重建市场信心 重建我们市场对开发商的信心和对监管的信心 这个中间是关键的一步 当然在此过程中间 我们保交房也能够带动总需求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改革也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让我们整个中国的土地配置 和转移支付 和人口流入和户籍的上升 应该联系在一起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